在陆军重型装备中,尽管坦克的地位十分重要,但是它的火力偏小,不足以承担其所有的对地打击任务。 因此大口径火炮仍是陆军不可缺少的重要装备之一,在各国陆军中仍占据一席之地,中国陆军的炮兵部队也装备了很多大炮,其中既有牵引式火炮,也有自行榴弹炮,还有一种装在卡车上的大炮,它就是车载榴弹炮。 8月4日央视报道了一则消息,某炮兵部队在高原展开火力演练,使用了大量机动式火炮系统,其中就出现了09市122毫米车载榴弹炮。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种车载式大炮。 首先看一下车载榴弹炮的发展历程,在自行大口径榴弹炮诞生之前,对地火力打击主要是由牵引式火炮完成的,因为大口径火炮的威力很大,炮弹射出去的瞬间,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波,因此在以往技术受限的情况下,很难安装在机动式卡车或坦克上。 但是牵引式火炮有一个很大的缺点,就是机动性很差,需要卡车等进行牵引,因此十分的笨重,如果被发现很难快速转移。 在这种情况下,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,车载榴弹炮应运而生,这种榴弹炮由传统的牵引式大炮和驱动卡车等组成,不仅保留了榴弹炮的强大火力,又大大提升了火炮的机动能力。 中国09市122毫米车带榴弹炮,是自主建造的一种机动式大炮,由一门改进行的96市122毫米口径榴弹炮和一台SX21506轮驱动越野卡车组成。 这种车车载榴弹炮的所有装备,全部可以放在卡车上,一台车就是一个,移动式的榴弹炮发射系统。 虽然09市122毫米车带榴弹炮的外观十分的不起眼,甚至是貌不惊人,但是它的火力却相当强大。 96市122毫米口径榴弹炮的最大射程,可达18000米至21000米,可以发射穿甲弹和激光制导炮弹。 不仅火力强,而且打击精度高,是一种让对手十分头疼的武器,有居民可能会发出疑问,为什么已经装备有05是155毫米自行加流炮,还要这种装在卡车上的大炮呢?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,是这种大炮的造价比较便宜,而且技术上十分成熟,还能使用以前的火炮,发挥二次使用价值。 由于车载榴弹炮具有如此多的优点,因此近年来在世界上十分的流行,在中国开始装备09是122毫米车载榴弹炮之后,就连一向使用高精尖武器的美国,也在2017年研制了一款车载榴弹炮,这款名为鹰眼的105毫米车载榴弹炮,由一门M102型榴弹炮,一套火控系统和一辆哈马轻型卡车组成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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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